我是阿姨 我是阿姨 要教你們冰涼梅子小番茄 首先小番茄要先洗過 之後倒入滾水中 燙過一分鐘 再倒入冰水中 要用乾淨的開水再洗過 這時候燙過的小番茄 已經非常好剝皮 我們需要另外煮糖水 三湯匙的冰糖還有化煤 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來增減 熄火後再加入一湯匙的蜂蜜 等糖水涼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裝罐 玻璃罐也要用滾水燙過 再使用 第一次認識這個小菜 是在北方小管的餐廳 吃完後就愛上這一道小菜 這時候糖水要蓋過小番茄 味道才能夠入味喔 這個夏天吃清爽又開胃 自己做快速又衛生 做好隔一天就可以吃呢 現在防疫期間不適合出門 那倒不如自己做好方便 放進冰箱冷藏一天就可以食用 我們家小孩吃了好開心喔 幾乎都快吃完了 這個簡單又方便的小菜 你們也來試試看吧 請訂閱按讚分享我們的影片喔